新北市冬季文山包种茶比赛 18号起到22号 在平宁农会四楼礼堂进行评审作业 预计将会进行三天出审 以及两天复审与决审 评审郑正宏表示 今年冬茶采收期间雨季较长 但是茶农已经具备了足够的技术 克服难题 因此冬茶品质相当不错 新北好茶冬季文山包种茶比赛 18号起在平宁农会四楼礼堂展开评审作业 今年总共收到1142点茶叶 预计将进行三天出审后 再进行复审与决审 评审郑正宏表示 今年的冬茶因为采茶期间降雨时间较长 如何克服湿度高的问题 让茶叶的香气提升 对于茶农来说是一大挑战 可能的处理的方式就是说 除湿或者是热风等等 或者是在好天气之后 开始的时候我们在中午以后再来采摘 它里面含的那个水分含量就比较少 会比较做起来的茶会比较香一点 包种茶比赛评审标准共有四大项 包括香气 滋味 茶汤 水色及外观 由于包种茶着重香气的表现 因此评审对于参赛茶叶的香气格外讲究 茶叶取的是清香 水色取的是活性 活性 然后甘甜 猴韵 那我们的茶叶的外观以翠绿为主 那假设说它的颜色外观 它是比较粗老或比较黄 那我们是通常是不取的 那茶汤的颜色也是一样 以秘密绿为主 新北好茶的包种茶比赛成绩分成特等 头等 二等 三等级优良价 售价从五万元到两千四百元不等 为了让消费大众买到好茶 评审过程相当严格 不符合资格的茶叶都将遭到淘汰 希望为新北市包种茶建立好口碑 消费者买得安心 记者是明镜門奇 平宁采访报导